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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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有清凉亭 你有看到吗 这是我近距离的看到清凉亭的 这些都是在车上的 是吧 我看好像有人在卖苹果 然后 有什么想吃的吗 有什么想吃的吗 请你吃 我没有带钱 我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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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应该不收人民币吧 你出钱了 你出炒币 你出炒币 我们请你吃 对 你出炒币 我们请你吃 我看看什么好吃的 没有 我 我 我完了 他好币 我等一下 好 他可以收人民币吗 一名别怕是不是 一名别怕 你住不住吗 哦 安德里 你们到那边等一下 我帮你来 谢谢 这好了 好的 我看那个纸菜卷蛮好吃 你冷不冷 你冷 你先穿着 我好热 你还不冷 我不冷 你去到那边玩 我帮你去 那个是 那个是垃圾桶吧 对 核桃 他们核桃是不知道是买的 每个人手上都提了核桃 我不晓得他们是 是这个季节有核桃吗 这个季节是有核桃了 是吧 这个季节是有核桃了 是吧 他每个人手里就提了核桃 这个好漂亮 这个季节应该要用核桃 我们去看看那个游轮吧 好 走 我们去那边游轮吧 好的 来 我们去坐坐那个游轮吧 那个游轮好大呀 你要坐呀 我们直接坐回中国 带你们去玩 那个不回中国 那个应该不回中国的吧 那个线路 没有 正好带你们去玩 请你们去东北逛去 对 哦 这个不是那个花店吗 嗯 嗯 对吧 花店 你喜欢吗 嗯 喜欢呀 可以买吗 菜式的我吗 它没有 它主要是素料花 素料花 还有一些小的那个 我帮你问什么 你搁这儿整一下 你想知道像话是吗 嗯 信号铺一个 不用不掉 对啊 也有卖的呀 哦 也有 有一盆一盆的那种卖吗 它是 它是 一盆的那种卖吗 哦 它是 一盆的那种卖吗 哦 有香花是吗 这个是呢 没有香花 有有有 它正办理找 嗯 哦 它是有香花的 它是有香花的 你为什么够吃了 嗯 嗯 嗯 是这一种 是这个是这一种 这个没有啊 我们在这里 这就是 这不行吗 拉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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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平衡比这个便宜 嗯 對 这个比较贵 而且会花的种类比较多 比较贵 对啊 更漂亮啊 花也更漂亮 他这边的价格算是很贵的 这个就是那个外景峰92号 姐姐看一下这些花 摘两朵就可以了 这个不给摘的 不能摘啊 开玩笑的 这也好看 这个外景峰92号他去是往返日本的吗 对 往返日本的哈 他们就打牌 对 哦好吧 好吧 在朝鲜的美山这边看 我们不能到那边进去看 就往这边走吧 哦 咱们可以往那边一点我拍张照吗 好走 前面走一点可以吗 嗯 这要走远了 好的 随着这个伴奏音乐 然后偷偷的离开两位导游 我来跟你们解说一下这个万景峰92号 万景峰92号是从原山 我之前也讲了嘛 往返那个新泄县的 但他们说现在停了 嗯 大家也可以摆渡一下 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吧 当时是因为 呃在日的可能有几十万 大几十万的就是朝桥在日 然后据说是好像跟日本社会 会有会有一些日本社会的有一些人 可能对他们会有一些歧视 或者有些意见 我看到的报道上有这样说 然后他们读的学校是自己的那种学校 受到朝鲜传统的教育 他们可能会往返于 会有这种需求嘛 回到就是故土或者是往返 所以这个会运送货物和人的往来 这个在日本有名的踢足球的姓郑的 他其实就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的朝鲜人 他就是读的那种朝鲜的学校 嗯 我看你在假装钓鱼 那边 那边 那边就是应该是 就我们在酒店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 嗯 感觉还是蛮休闲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朋友在海边不知道在烤什么 这是鱼籽吗 这是鱼籽吗 他们摘了好多果子 这是鱼籽树的 哦鱼籽树 鱼籽树 鱼籽树 鱼籽树的果子 他们是卖花的店 后面还有一个他们叫清凉亭 我们其实就叫小卖部 然后呢 虽然我们一路上会遇到很多 但是其实是没有机会接近的 因为导游他是不给你机会去接触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到第一家那个清凉亭的时候 导游也是马上过来就是很委婉的把你带走 因为他们吃饭的地方也好 包括有些场所都是分开的 外国人可以去的 和是本地人的 这种清凉亭啊 花店啊都是本地本国人消费的 就是不属于外国人可以消费的地方 所以他都是不愿意就是让你接触到的 而且包括说你问价格 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敏感的 然后我刚才就是多次的去询问之后 他跟我那个花店的那个鲜花的 一束鲜花的价格大概是8000炒币 但是他说很贵 他说在平朗的话会便宜很多 好走吧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想跟周围的那些当地人接触 他们好像不是很愿意 我们走吧 嗯 走吧怎么说 卡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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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经话啊 卡迦 卡迦 一般说 卡迦 对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的名字用潮语怎么说 你想知道吗 太复杂呀 杨红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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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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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问了那些人 这个是不是垃圾桶啊 他说 不是 那不是垃圾桶 那我说他长着嘴啊 他是个鸭 不是垃圾桶 哈哈哈 这不是垃圾桶吗 这不是垃圾桶吗 哦 这不是鸭 那还是是 那是垃圾桶吧 是说他嘛 这是垃圾桶呀 这是垃圾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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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这 哈哈 倒也行 哇 哇 你看 哇 哇哈哈 在那一块拍 哎呀 造型已经摆好了 美丽 走吧 专腿美人 哇 你们要不就算了就算了 对啊 我觉得你们这有点太绝望了 要不你们站着待一会儿算了 娘娘 你看 娘娘 娘娘 我知道你我把这个我们上去 这个去 娘娘 看到别心了 不要想了 你花了 怕 怕 小心啊 这个断了 小心啊 不要踩这一根啊 过来 不要踩这一根 其实你们往中间走会好一点 水还是挺干净的啊 哇 这么 好美啊 就出去了 还有一个人 他没有桶 他钓了 余方哪里啊 木鸡 柯鸡 我们没有遇到过来 那么多人 没鸡 没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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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鸡 没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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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掉什么 它们是掉完了之后会放生回去吗 对哦 哦 什么 它说它的意思是掉了之后不要又把人回海里 没有往外掉走的呀 是吗 对 掉走 它用什么装啊 它是有瓶 我也没找到 我也没找到 它是不是有个袋子 它那个水面上 水底下有 哦 是藏着里面的 嗯 哦 我们要走到那个小岛上去 对 这样走着走着 好多人钓鱼哦 这蛮好的呀 这是原山 这些的鱼大爱好 钓鱼 它走了 它没钓走 可能人家是钓完了 但是我会说好一通话就好了 我会问一下 有个鱼呢 我不要看 有个船站一块儿了 离日太近了嘛 嗯 对啊 你觉得它这个很帅吗 穿着套鞋站在那里钓 嗯 我们去加拿大钓三文鱼就是一咬沟 然后就快咬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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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咬过来快咬过来 快咬过来快咬过来 快咬过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它再往回撑 它应该已经钓到了 它好多那个生蚝壳 看到没 是吧 这是吃完的呗 哈哈哈哈 怎么都是这壳呢 你看这壳 有人在这里砸 砸了一把壳扔进去 把那个肉取出来 现场直接取生肉吗 嗯 对 嗯 哇 我看一下 这是生蚝还是海蚝 哇这个好厉害 嗯 你好 哈哈哈不感兴点 因为我们这个房间那个顶灯都没有只有台灯 所以光线太暗 我们就只能到走道上来做补充 昨天有说一个很好玩的部分就是朝鲜这边的旅行社会安排我们看两个小时没有中文字幕的印度电影 那今天有个比较好笑的那今天有个比较好笑的部分就是他让我们就是因为因为我们三年多中其实就完成基本上所有的东西了 然后接下来的行程是空桥 然后接下来的行程是空桥他就带着我们散步就司机的车不开然后在路上慢慢走一直走完就是把时间都耗完这样 那我就要求说我说我们来的一次不容易可不可以尽可能多让我们拍这些东西他就会明确说圆山就是没有可以拍的就只有这些点其他的就没有 那我们在散步的过程中真的遇到和周围的人我们想去看一看想拍的时候呢他一般都会会催着你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因为我们上次的导游的中文特别好我们误以为所有的导游都是这样实际上我们这次发现有很多导游的中文其实是不行的 然后呢所以在沟通上有困难第二点就是他们有些是大学刚毕业他对于这个国家的了解非常有限 你在问他的时候他很多都不知道第三点就是他连本职工作应该知道应该介绍的东西他可能都完全不知道 例如圆山那些情况例如我们到的说对面的那个葛玛的经济开发区的情况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这就变得很尴尬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做功课我来到这边的话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呈现给大家 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嘛我们在呃圆山的那个朝鲜东海岸边上散步 然后我就拿着相机看到了一个朝鲜的女军人想上去偷拍两张 结果我抗议凑过去的时候然后那个朝朝鲜的女军人一转身看过我了 然后直接从这边横过来一把冲锋枪我当时就蒙了 然后我说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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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每天都会被支持五次然后告诉我们这地方可以开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